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上场时间 掌声的21号 比格利亚 米兰最扎实的中场就是他几组数据 首先 是一甲官方提供的跑动数据 场均的前10位 有两名AC米兰球员 比格利亚11748米跑动 排名所有球员第五 他也是BIG6球队里的第二位 仅次于火米中场布罗佐围棋 11880米 比格利亚比布罗佐围棋 大了整整六岁 此外 凯西 11544米排名第九 再者 是一甲官方提供的Pairazivate 夺会球权数据 比格利亚以29次排名联赛 第二十二位 是AC米兰维尔的入围前50位的球员之一 另一人是26次抢端的后卫穆萨基奥 第四十三位 凯西以23次排名第五十八 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排名第七十八 卡拉布里亚排名 第九十四 伯纳文图拉 排名150名开半 对于这种踢着后腰尾 有着前锋心的球员 就不要做太多指望了 他的强短次数 比国敏老外中场伯尔哈巴莱罗多 那一次尽管他的出场时间是巴莱罗的四倍多 跑动数据榜详情OPTA数据 比格利亚厂均产断4.7次 是凯西0.9的5倍多 是伯纳文图拉0.8的近六倍 强断成功率方面 比格利亚68.8% 也比伯纳文图拉54.5%等人要高 更难门可贵的是 承担了这么重的防守任务 比格利亚的威胁传球次数 仍在球队排名第六 比卡西只少了五次 比伯纳文图拉西只少了四次 他的场军传球66.6次排名全队第一只统计出场超过三次的球员 成功率91.6%排名第二 在进攻方面 比格利亚偶尔加作 例如米兰与纳布勒斯之战 红黑军两个剑球 都是比格利亚后场发动长船 撕开对手的防线 比格利亚穿着皮尔洛 留下的21号AC米兰中场有一个边打快牛的结构性问题 加图做现形体系里 给比格利亚赋予了过于沉重的压力 跑动是他最多 抢断是他最多 传球组织是他最多 在比赛里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 米兰失球推进 伯纳文图拉和凯西傲傲的扑上去 在红黑军前场丢球后 对手眼泪不发动快速反击 凯西努力回追但边场莫及 伯纳文图拉慢悠悠的回跑 只有比格利亚冲上去惨斗对方 防守完成后 米兰球迷看到比格利亚斯牙咧嘴 气喘吁吁的皮特 是否会有些心痛 再想一想 魔鬼在城里 米兰唯一一个重复轮化的球员就是他 是否会有些担忧 是否还会看着快赛季连续12轮一甲丢球的干打棒单 然后去称赞伯纳文图拉能力出咒 称赞凯西 哦 徐俊凯 是优秀的B2B中场 比格利亚已经32岁9个月了 一位AC米兰球迷论坛的版主 对比者说 去年此时 看着他穿着皮尔洛的号码 感觉他不配 但现在我感觉 谢天谢地 这号码没有被穿在伯拉文图拉什么的人身上 那才是更大的灾难 皮尔洛当年选择21号 是因为他的父亲21号出生 然后他把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号码 变成圣西罗球场的传奇 比格利亚加玛米兰是坚定的选择了21号 虽然他的家人不在这一天出生 但这是他偶像的号码 他证明 虽然他没有在最好的年纪加玛米兰 但他确实为了这个号码 付出了他现在所能给出的全部的心和灵魂 当然不是说他能取代皮尔洛 没有人能取代皮尔洛 但活在过去也别忘了一点 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皮尔洛 而对于洛纳西的AC米兰而言 还能珍爱这件球衫的人 就该得到采生 埃根廷迪估了比格利亚 2018世界杯期间 埃根廷迪估了比格利亚的防守能力 而是18世界杯上 阿根廷表现惨淡 只不徐六桥 比格利亚虽然入选能当名单 但只打了一场比赛 54分钟后 被树枝咯咯 阿根廷队回中后场拦截不易 任何对手打阿根廷 只要反击就是一马平川 特别是对战法国史 穆巴佩又是如笨虎 狠如刀剑的生突 将阿根廷队一干中场后外突得狼狈不堪 赛后球迷们都在批评没息 但数据统计机构却指出 一届世界杯打下来 梅西的抢断次数在队内排名第五 和拔内交这样的后腰相同 比号称欠血防守汉将在马斯切拉洛指上两次 看看现在比格利亚在ACV篮队的出色表现 很多人在发问 如果2018世界杯上 桑宝利一直信任比格利亚 那么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那么多人在马斯切拉洛指导的出色表现